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现也是不错的 目前是高位盘整 纳斯达克上涨0.3% 目前报价是9186点 那么黄金价格呢 依旧在1559美金附近 徘徊 澳元兑美元呢 最近又受到了这个各种因素的影响 尤其是目前的疫情 那么下探至0.6850附近 澳元兑人币呢 也是回落至4.7290 比特币呢 是小幅上扬至8630美金 那么最近的这个武汉疫情啊 始终是让大家揪着这颗心 那么最近又是过春节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但是呢 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全国 中国也好 或者是其他国家 地区 各部门 各行业 都是做出了自己能够力所能及的一些贡献和力量 那么目前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也是成功的攻克了一名这个 一位救治了一位患者啊 所以说大家不用像之前那么的恐慌 那目前呢 国内对于这个防范方面的一些措施啊 还是比较强有力的啊 通过行政的手段 目前呢 武汉地区已经是封城了 那基本上呢 是能够非常快速地控制住整个疫情的一个扩法 但是呢 我们要通过理性的一些方面呢 去思考这件事情 对于资本市场的持续发酵 那么前几天我们也看到了 尤其是星期二China 50指数是大跌 那么香港恒生指数呢 也是受到了连累 两个指数呢 是双双跌幅 尤其是A50是从一万四千六百多点 七百多点 直接是逼近了一万四千整数点 第二 将近是六七百点啊 短短两天的时间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能够啊 马上就联想到的就是医药行业 医药板块 会受到一定的利好因素上涨 那么中国方面和澳洲方面的医药行业呢 都是纷纷上涨 那么尤其是A股里面的一些口罩概念啊 超级细菌啊 甚至是抗辐射啊 核辐射的这些股票都是相应的上涨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要继续联想啊 哪一些市场会受到额外的一些这个影响啊 除掉我们马上就能条件反射的想到了生物医药行业 其他的呢 我们就啊 再继续带着大家去思考 那么出现了任何的传染类的啊 或者是疫情爆发情况呢 我们会知道啊 出远门啊 或者是是人群聚集的地方少去 那么少去呢 就会影响这一系列的行业 那么出行方面啊 聚会方面 或者是购物方面的体验呢 或者是人流量都将会大幅减少 尤其是春节期间本来这个时候呢 对于中国的经济就比较特殊啊 因为很多人要买年货 要购物啊 也要购置 就像是老外的圣诞节期间 我们都知道圣诞节期间海外的消费是直线上升啊 各大商场继续持续啊 高热度的去打折 但是呢 目前中国春节前期啊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呢 那么整个消费行业都会受到一定的冲击 这也就是为什么之前啊 这几天大盘的下跌速度这么快 好了 除此之外呢 我们在细分行业里面 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贺岁大片 往年的贺岁大片呢 是受到了各资本啊 方持续的一个关注 那么也会在贺岁期间啊 我们知道每年呢 都会有这么四部五部的影片 背后的资本方上市公司啊 都会赚的盆满啊 非常的丰盛 这个赚的这个钱非常的多 那么但是呢 今年的话 我们知道去影院看电影还不如在家看啊 甚至是足不出户了现在 那么因此呢 我们可以去找一下啊 这些公司背后的一些上市公司投资方 适当的去看一下他的股票 甚至是可以少量的做空 那么澳洲呢 也是有上市公司是影视类的 娱乐类的就是event公司 那么最近也是股价从14块钱连续下跌两天 跌到了13块6 不知道今天啊 会不会继续下跌 那么还有一个行业呢 就是航空航天公司啊 包括澳洲的Quantus 因为旅游少嘛 大家呢 不会继续多的这个出远门 大家会降低这个出行的频率和次数 因此呢Quantus的股价呢 最近也是从这个17块2 是跌到了6块8 跌幅是超过了4% 所以呢 我们能够分析到的 就是一个事件发生了 它会直接的影响到一个行业 或者资本市场的表现 那么进而呢 衍生了其他的连带行业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在GoMets适当的啊 去考虑做空event 或者是Quantus的一些股票 这个是非常灵活的 那么在某一个确定性的消息公布 或者是发布出来之后呢 资本市场的反应呢 如果是能够做到高度的一致性 那么这些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投资的机会 好了 除了这个航空航天啊 我们再从这个行业衍生出来呢 就是对于石油和原油的一个消费量 就会在近期降低 因此呢石油价格短期呢 也是承压的 很明显我们看到最近三天 石油价格是连续下跌 那么今天呢也是啊 昨天晚上又继续下跌 所以整个市场的反应呢 是比较公开公平和公正的 不会说是我们明知道这件事情 对石油价格是负面影响 结果石油价格还蹭蹭上涨 所以呢在资本市场面前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啊 能够用我们所学的知识 客观冷静的去分析 这件事情的一些影响因素 那么我们在资本市场上获利啊 就值日可待了 昨天呢和前天啊 又是召开了这个达沃斯论坛 那么每年一度 今年呢又讲了哪些内容呢 特朗普先生呢 也是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会议啊 基本上各国首脑和政要都是在席 所以呢我们能够从中啊 看出来一点点 未来2020年各国对于金融市场 和经济资本的一些预期 以及政治事件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啊 这次主题是利益相关者 创造一个更具有凝聚力 和可持续的世界 那么这个呢 其实就是在说这个贸易战啊 是不太好的一个行为 那么大家呢 希望不仅是在经济 政治和双边关系上啊 变这个关系变得更加可持续 那么资本市场呢 发展呢 也要更加的平稳健康 凝聚力呢 就是说从上到下啊 企业家也好 或者是各国政府也好 那本质上呢 就要开始关心民生啊 大家万众一心 把这个事情 把企业啊 把经济给搞好 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 就是各国公司啊 或者是重要啊 在这个股市方面的一些刺激 或者激励措施 对目前全世界各国的股票市场也 确确实实起到了带动作用 尤其是澳洲 最近连续创出历史新高 那么美国方面呢 大选前 美国股市有可能继续冲击 整数关口 比方说啊 所以未来呢 也是给了我们坚定的一些信心 至少在上半年 三月份六月份之前 我们的金融市场 还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还有一个观点呢 就是提到了数字货币方面 英国欧洲啊 还有日本啊 包括瑞典这些国家呢 最近是组成了一个小的联盟 各国央行聚在一起 讨论央行发行 或者背书的一些数字货币 包括此前中国央行呢 也是提出了 由央行信用背书的 本国的国家的数字货币 那么这一消息呢 会对整个数字行业 数字货币的这些价格走势 尤其是比特币以太坊 会产生一定的 适当的利好 所以呢 目前价格呢 也是回到了八千六百多美金 但是呢 长期看的话 我们就是要明确的区分出 这些小币种和龙头 这币王比特币的一些区别 那么在比特币方面呢 我们也知道 它是具有收藏价值 储藏价值 使用价值等等 那么其他的小币种呢 本身的流通性是非常差的 一旦央行的这些数字货币 得到了很好的一个落实落地 那么其他的一些小币种啊 什么空气币啊 那些呢 就基本上是会化为虚无 那么大家在接下来的投资 也要注意 我们做的呢 就是尽量把自己的资金 本金保住 而不是要去碰 像17年很多人啊 投了这些空气币 最后血本无归 所以呢 那大家在投资上不能盲目啊 一定要是跟着这些 比较稳定的一些机构 或者投资的策略 以及投资的产品 那么之后呢 啊 这个事情演发出来 就是各国政府对数字区块链技术的 更加的重视 并且呢 希望它能够引导未来商业 进行一场革命 那么但凡是能够降低沟通成本 增加信用的一些新的技术 那么本质上来讲都有可能引发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或者是商业革命 并且呢 最终是渗透到各行各业中去 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件这个技术啊 区块链的技术能够最终给整个资本市场和经济啊 各国经济带来新的活力和动力 那么下一个问题呢 就是最近啊 要警惕僵尸企业 什么是僵尸企业呢 就是在利率或者是低啊 或者是负利率的时代呢 这些企业能够通过银行贷款苟延残喘的活下来 但是一旦银行开始加息啊 或者是市场竞争机制更加激烈的时候呢 这些公司就会面临着倒闭破产的风险 那么在澳洲有很多类似的一些先股都是这样的 我们在今年要尤为注意啊 尽量不要碰 为什么呢 因为经济越不稳定 那么这些公司的股票炒作的概念啊 就是越猛 但是一旦潮水退却 这些公司的股价会跌得非常快 那么过去五年甚至十年的一个时间里面 这些公司都是连年亏损啊 现金流严重不足 一直是负数 那么相信他未来呢 也很难是扭亏为盈 那么如果公司没钱了 要么融资啊 要么破产 所以风险是极高的 那么之后呢 就是我们面临的这个经济上的挑战 低通胀 低失业率 低增长 将可能成为未来几年的一个常态 那么美联储也是尤为关心 甚至呢连税率啊 最近呢 美国开始交季度税啊 都会引起了美联储的一个重视啊 担心市场的流动性会因为交税而导致不足 那么在美联储和各国央行啊 甚至各国政府的一个护行下 我相信今年资本市场上啊 将会继续比较平稳啊 不会说是大起大落 因为我们都不希望看到金融市场 资本市场的一个暴跌情况的出现 所以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去年呢 大家能够顺利的通过降息等经济 或者是货币手段 财政政策 调控经济平稳进行 那么相信在2020年 大家有了更多的这些啊 经验之后 那么资本市场也会更加的健康 长青 那么最后呢 给大家提一点就是科技类巨头 那么在本次啊 峰会上也是非常的耀眼啊 尤其是以IBM等为首的这些科技公司啊 我们投资的呢 硬核啊 不是他的这个核心的这些硬件设备啊 而是投资的他的团队 什么意思呢 IBM啊 他是有12位科学家 其中的6位是获得诺贝尔科学奖 啊 那么还有6位呢 是获得了这个信息行业 或者是IT行业最高的奖项 叫图灵奖 一共12位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有博士后 博士等等啊 近百上千人 那么我们知道啊 获得诺贝尔任何的一个奖项 包括什么文学奖金奖啊 都已经难上加拿的 人家获得的是科技类的奖项 所以呢 我们能够确定的是 我们投资的时候呢 如果是都投资这样的企业 这样的人才呢 我相信我们的投资回报一定是比较可观的 那么在购买时呢 我们也再次给大家强调一点 我们不仅可以适当的做空啊 目前比较确定了一些股票下行的一些公司 那么也可以长期持有 尤其是美国市场一些比较优质的科技公司 相信未来三到五年 依旧是将由这些科技公司引领世界的科技改变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大家如果是感兴趣 想要获得更多资讯 欢迎拨打电话038658-0603 也欢迎大家来公司探讨或者是和我们的小助手取得预约 那么公司地址呢 是22楼600号Borstreet在墨尔本